12月6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就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针对中美谈判中方做出重大让步的说法,高峰律以坚决驳斥,同时,他还表示,对未来90天内,双方达成协议充满信心。 会上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国近日称,如果中美不能够在90天内达成具体协议,就要按照原计划对中国输美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提高到25%。中方对此作合评论,高峰回应。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很成功,已经就经贸问题达成重要共识。中美两国在经贸问题上利益高度重合,具有天然互补的结构性需求。双方团队目前沟通顺畅,合作良好。我们对未来90天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 有关90天谈判期内具体会谈到的议题,高峰表示。 首先我们将从农产品、能源、汽车等座期,立即落实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的具体事项。 然后在未来90天,我们按照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符合双方利益,有共同需求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合作,市场准入,以及贸易平衡等议题上开展磋商。 中美双方应努力达成共识。 在未来90天,中美双方将以取消所有加征关税为最终目标,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照顾彼此关切的原则。 高峰指出,中方为了国内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这些年一直在不断扩大进口。 中美双方在此前几轮磋商中,曾就农产品、能源等领域的贸易问题达成初步共识,下一步将继续就农产品、能源、工业制成品、服务业等领域的贸易问题开展磋商。 而在回应,据报道,中方向美方反馈结构性问题清单的答复,对美方做出的重大让步是否属实时,高峰回应。 这个问题并不是你取我语,你多我少的问题,更不是你进我退的问题。 在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放宽市场准入等领域,中美双方以及两国企业都有着共同的诉求。 这也与中国一以贯之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前进方向高度一致。 下一步,中方将就这些议题与美方进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磋商,力争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高峰表示,著名两国在经贸问题上利益是高度重合的,具有天然互补的结构性需求。 在未来90天,双方将按照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符合双方利益,有共同需求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合作、市场准入以及贸易平衡等议题上开展磋商,双方因共同努力,力争达成共识。